这两个女大学生有点倒霉 趁着假期 两人相约禁字赶考 吃完烧烤后 就去了艺术展参观 没想到 却在里面看见一座 生动逼真的人形雕像 于是两人就开始合影 可没想到在拍照时 其中一个女孩 却发现雕像有些不对劲 眼部竟流出了血泪 因为是眼花了 两人急忙凑进去看 可下一秒 雕像脸部 带写着石块 就开始脱落 暴露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两人当场吓哭了 其他人听到声音 也急忙跑了过来 随后警方接着报案 就赶到了现场 发现石像里 竟包括了一具尸体 因为水泥牢牢的贴在皮肤上 女法医阿炎 无法就地清理 只能要求尽快带回警局 此时女警小熊 看着死者惨不忍睹的模样 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凶手作案的手法 真是狠利 看来他们之间 一定有很深的矛盾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此时警员郑凡 也已经开始对展厅进行勘查 他转了一圈 发现有一张画非常奇怪 上面的雪山 跟整体画像的氛围非常不大 郑凡用手摸了摸 当即就震惊了 手上竟沾满了白色颜料 原来这雪山 竟是刚画上去的 在命案现场 出现这么离奇的事 绝对与案件有关 他猜测 这很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线索 郑凡想起 昨天地铁上发生的那起命案 昨天一早 他开着自己的小跑车去上班 谁曾想 却遇到了扫高峰 堵得严严实实 无奈只能去坐地铁 可没想到 快到目的地时 一旁却传来一阵的警惚 他急忙挤过去 竟是有人死了 而且死者的脸皮 还被人给剥掉了 那恐怖的场景 吓得众人一窝蜂后退 随后地铁直勤的工作人员看到 急忙叫停地铁 并且打电话报了警 在小熊等人还没赶过来时 郑凡初步检查了尸体 并且回忆了刚才发生的一件 随即他就冲了出去 拿着喇叭大喊 所有乘客听到都好奇地向他走来 但人群中只有一个人 脚步匆匆地往相反方向走 这人肯定有问题 郑凡急忙追了过去 可遗憾的是 地铁里的人实在太多了 一个转弯 郑凡就失去了那个人的踪迹 无奈只能去查看监控 正巧此时 小熊带着警员白杰也赶了过来 而郑凡查看了监控 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找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在这个地铁站 前三站的卫生间里 死者曾出现过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就是金王去了那个卫生间 郑凡经过检查 在墙角处发现了一滴血迹 看来他猜得没错 死者确实是在这里遇害的 而凶手之所以能逃过监控的视线 应该是提前换上了死者的衣服 搅乱了警方的视线 不过凶手到底是用什么 杀害了死者呢 小熊想起之前 对死者进行初步检查时 发现死者是被勒死的 但勒痕却特别细 他从没见过 能造成这种痕迹的力气 而且之前在监控里 并没有看到凶手携带有凶器 卫生间里也没发现 燕子正凡认为 这个凶器的便携性一定很强 可能是鱼线 也可能是很锋利的纸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一个选择在早高峰动手的凶犯 他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杀人 很有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那么他猜测 出事的地铁上 肯定还有凶手留下的线索 于是几人又赶紧回到那里车厢中 正凡仔细看了看 发现死者倒下的地方前面 有一块玻璃 明显是刚换上去的 因此他猜测 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留给他们的信息 于是他立刻命白结 将玻璃弄下来带回警局 技术人员马不停蹄进行检测 果真有了意外发现 玻璃的右下角有一个图案 看起来像是麻将中的八条 之前警方根据指纹 查出了死者身份 他名叫林勇 五十岁上下 是个毒鬼和酒鬼 以前还犯过事 留过案底 根据林勇的身份 警员猜测 这应该就是凶手留下的线索 不过这时候 众人都没想明白 这个线索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第二次命案发生 正凡观察了案发现场的话 发现画有雪山的那幅画上面 有16个人 八和十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警方便先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阿延进行了尸检 发现死者生前竟然被冷冻过 而他的死因就是低温脱水之死 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天凌晨12点到1点 在死者的尸体上 还发现了一层水泥布 因此正凡猜测 凶手应该是先将死者 用水泥布包起来 随后又用水泥砌成了雕塑 水泥布只有工地才有 因此众人便打算 对本市的各大工地进行调查 但就在这时 技术人员这边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众人急忙赶过去 了解后得知 技术员老李 对那幅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发现上面就有两根毛 应该是凶手在画画时 从画笔上脱落下来的 而令人惊讶的是 老李检在后发现 那两根毛竟是狗毛 凶手竟然用狗毛做画笔 这也太少见了吧 可这虽说是一条线索 但本是养狗的人千千万 这要是找起来 那无异于大海楼深啊 这条线索基本算是废了 于是之后 众人便去了工地进行调查 这一查就是一下午 直到晚上 他们才在一个工地上 有了新的发现 据工地的负责人称 今天他们这里 有一个名叫唐东的人失踪了 正叫昨天工地上发生了塌方 他猜测 唐东很可能是怕担责任 所以脚底抹油跑了 白杰随后 让负责人查看了警方下午 才复原着死者面容 负责的人一看便称就是他 这下没错了 凶手应该就是在这里 将死者给交住成雕像的 不过凶手 又是如何将尸体运出去的呢 正反命警员调查了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下午1点之前 都有什么车辆进出 很快就有了结果 除了运掉的大车外 就只有一辆 给食堂送蔬菜的冷藏车进出过 想到死者生前被冰冻过 警方众人怀疑 死者很可能 就是被这辆车给运出去的 于是众人立刻去菜场 找到了这个名叫小涛的司机 经过询问得知 小涛只从工地运出来一个破木箱子 以前唐东经常让他帮忙运东西出来 所以这次他也就没在意 正反听后赶紧询问运货的时间 小刀称大概是凌晨三点 当时他还接到了唐东的电话 说实际上直接运到美术馆 小熊听到这话一愣 难不成那时候唐东还没遇害 正反认为不可能 不过他暂时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此日警局众人在一起讨论这两起案件 小熊经过调查发现 前天凌晨1点左右 唐东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他猜测这个电话应该就是凶手打的 不过对方使用的是网络电话 追踪地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警方也勘察了唐东的住处 都没有发现他的手机 而手机最后的信号是出现在工地附近 因此他猜测 凶手很可能用这部手机 给小涛打完电话后 就将手机扔在了正在交注的地基中 那么这样看来 第一案发现场肯定已经销毁 要想找到更多的线索肯定不容易 不过他仔细对比了这两起案件 虽然死者死亡的方式不同 但凶手想要彰显自己存在感的手法是一样的 所以他认为 这一定是一起连环凶杀案 对此正反补充了一点 他认为 凶手在两个案发现场留下的八和十六 很可能与十八层地狱有关 第八层地狱是冰山地狱 专门惩罚不仁不义之人 而第十六层地狱是火山地狱 惩罚寻思舞弊 行贿受贿之人 所以他猜测 凶手应该是在用数字做死亡预告 第一个死者林勇被剥皮 对应的就是剥皮地狱 而在这起案件的现场 留下的是八这个数字 对应的就是冰山地狱 所以第二个死亡的唐东 就是被冰冻致死的 而在唐东遇害的现场 凶手又留下了十六这个数字 那么接下来 凶手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用的惩罚方式 应该就是十六层地狱的火山 这两起案件中 凶手第一次 是在人流密集的地铁作案 第二次又将尸体运到了美术馆 这么高调的方式 他明显就是想引起公众的注意 根据这些特质 学习过心理测写的正凡 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凶手年龄 应该在三十五岁上下 受过高等教育 精神世界丰富 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三观 内心缺乏安全感 也许是他的亲人 曾受过不公平待遇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 报复性的行为 那么他杀人 就是有目的性的 两个死者之间 很可能有某种关联 郑凡经过调查发现 虽然两个死者表面 没什么联系 但在十二年前 东关镇的一桩性际案中 唐东是主要的调查对象 而林勇则是唐东的手下 局长老林听后非常满意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眉目 他被命郑凡等人 尽快进行调查 争取早日破案 减少伤亡 主人听后便赶紧行动 而老林却走向了 写有线索的白板 不知为何 看着白板 老林的手竟开始颤抖 难不成关于这起连环凶杀案 老林知道什么内幕 现在还不得而知 当天下午 郑凡和小熊就找到十二年前 那几性际案中的受害者 张桂宏 据他称 那个时候 他还是一个文职秘书 唐东是他老板 林勇是唐东的手下 那时他已经结婚了 可唐东还是会对他动手动脚 后来他老公知道了 就跑去公司 和唐东大吵了一架 没想到 就因为这次吵架 唐东竟命林勇 带着人去他家 把他老公给打了一顿 受伤非常严重 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 出院后工作也丢了 人也没了精气神 整天游手好闲的 听了张桂宏的话 正反两人都有些生气 唐东两人可真是坏啊 可在这起案件中 也无法看出唐东两人 不忠不义啊 难不成是他们的调查方向错了 此时林勇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阿严仔细检查后发现 林勇脸上的伤口 并不是刀一类的力气留下的 而是一种 类似钢丝的东西造成的 与脖子上的勒痕 属于同一种凶器 此外在伤口的边缘处 还提取到了一些金刚石粉末 应该是凶器上留下的 听了这话 正反瞬间想到了钢丝剧 在工业上 为了使钢丝坚韧 不易锻炼 就会在钢丝绳上 涂抹一些金刚石粉 那这样看来 兄主的身份 一定是能轻易接触到 这些东西的 他会是谁呢 心里到底是有多变态 非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一个人的脸毁成这样 真是太可怕了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小熊命正反带着阿严 一起去调查 生产钢丝钢具的工厂 而他则是带着白杰 去调查地铁玻璃的来源 众人个性其事 正反两人很快就到了工厂 据负责人称 钢丝锯在切割完材料后 虽然会留下金刚石粉末 但量非常少 另外他的直径 也只有0.2到0.3毫米 阿严听到这话 留些惊讶 这也太细了吧 跟伤口并不符啊 难不成凶器不是这个东西 就在这时 正反突然注意到 一个在工厂里 收钢丝的男人 据负责人称 这个人叫老孙 专门来厂里收钢丝的 干这个都三十多年了 听到这话 正反立刻去询问老孙 没想到 老孙果真见多使馆 这有几个单位 倒是能找到 那种非常细的钢丝锯 阿严急忙让老孙 将单位名字写下来 没想到之后 正反一看就惊了 这里面 就有他各个正品的公司 四方集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此时小熊也来到了 地铁玻璃的生产厂家 负责人称 玻璃上的图案 绝对不是他们的工人 弄上去的 出厂时 都会有严格的质解 那这样看来 就应该是在出厂后 运输到地铁期间 有了这个图案 小熊询问运输的物流公司 却得知 也是四方集团下的 四方物流 这也太巧了吧 小熊立刻带着白杰 去了四方物流 在询问玻璃的 运输情况时 当时在值班的小吴 神情看起来有些紧张 像是干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小熊询问他 案发时间在做什么 小吴慌张地称 那个时候 他肯定是在公司 因为上班期间 是不允许乱跑的 梁正说着话 看样子像是经理级别的 上来就训了小吴一顿 让他赶紧回生产线上 小熊拦都拦不住 此时经理身后的 一个男人也说话了 称下午他们 有特别重要的客户 要来参观 现在不方便问话 最后还自我介绍 称自己就是 四方集团的总裁郑平 原来他就是郑凡的哥哥 但小熊可不是好惹的 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 没想到郑平还挺狂 揽上他肩膀 就想把他送出去 小熊怒了 直接让郑平制服了 随后便以妨碍公务罪 把郑平带回了警局 郑凡回到警局 得知这个消息后震惊了 急忙去急压室 没想到 正碰上小熊与郑平 闹得不愉快 他赶紧把小熊劝出去 随后又把手机借给郑平 让他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交代公司下午的事情 郑凡非常无奈 这都什么事啊 不过郑平突然被牵扯进 这起案子中 而且还有这么多巧合 他也不是不怀疑的 于是便命白捷 对郑平进行了调查 发现在这两起案件发生时 郑平不是在酒吧 与人起了冲突 就是在公司开了一天的会 根本没有做案时间 并且从人际关系上来看 他与这两人 也没有任何交集 因此便排除了郑平的嫌疑 案件调查到这里 陷入了僵局 众人没有丝毫头绪 而此时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局长老林的表现 却有些奇怪 晚上他回到家 静止去了一间昏暗的小屋 而令人惊讶的是 墙上竟然贴了 密密麻麻的照片 死者林勇以及唐东的照片 也在上面 林勇的照片 已经被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而接下来 老林拿起桌上的笔 又在唐东的照片上 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叉 两张照片的旁边 还贴着一个女孩的照片 下面标注了名字 叫做饶影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看着这些照片 老林的手又颤抖了起来 难不成他与这起案件有关 那么他又在这里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集继续讲解 相见小路上 几个漂亮女孩 说说笑笑的走在路上 突然有辆车停在了他们身边 车窗打开 车上的男人 竟是他们的老师 男人提议送他们回家 女孩们有些犹豫 担架不住男人的热情 便同意了 可没想到几天后 警方却接到了几个村民的报案 他们在村子不远处的河道 挖石头时 竟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员们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曾被性侵过 而他的两边嘴角 还被划了一道非常大的口子 并且周围还散落了满地的衣服 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粉红色的书包 已经被弄得很脏了 之后经过现场勘察 王队还在不远处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处血迹 血迹周围凌乱不堪 显然是之前有人在这里 经过了一番搏斗 或者说是挣扎 王队心里有些难过 但更多的是生气 死者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在被凶手杀害之前 该有多害怕呢 就算他拼尽全力挣扎了 可最后还是没能逃脱凶手的魔掌 就这样惨死在了荒郊野外 实在太可惜了 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而之后经过警员们多方的调查 发现案发当天 死者赵婷 是和几个女生一起回家的 而在半路他们还上了一个男老师的车 赵婷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 所以这个男老师就有了很大的嫌疑 于是王队立刻去学校 找到这个名叫林文的老师 他看到警方的到来 还有些懵 不过还是很配合的跟王队回了警局 在审讯室里 王队询问他案发当天的情况 林文虽然有些紧张 但还是如实交代了 他称 那天他六点多独自离开学校 在一个小桥上遇见了几个女生 他看这个地方有些偏僻 而且天色也有些晚了 就提议把他们送回去 几个女生刚开始有些不好意思 但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上了车 赵婷最后一个上车 坐在了副驾驶上 路上他们聊了几句 之后他就挨个把几个女孩 放到了离他们家比较近的路口 至于下车顺序 他依稀计当 当时好像是后座的三个女生 家比较近 所以就先把他们放了下来 而赵婷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听了他的话 王队立刻振奋了 赵婷最后一个下车 那么和他独处的林文 就有了很大的嫌疑 可面对警方的怀疑 林文却始终不承认 无奈 王队只能找到与赵婷同行的 几个女孩了解情况 可他们都是先下车的 根本不知道后来林文和赵婷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赵婷又为什么会死在小树林里 查了几天 也没查到任何指向林文的证据 因此警方便只能将他放了 而林文回到家后 稍微休整了几天 便又开始去学校上课 可没想到这天早上 林文刚走进校园 便看到了学生们面对他时 流露出来的异样眼神 他觉得不对劲便赶快上了楼 果然赵婷的父亲竟然跑来了学校 他不相信林文是无辜的 叫校长是学校和警方勾结在了一起 所以才放了林文 等赵婷父亲走后 校长找到林文 他犹豫再三 还是委婉地向林文表示 希望他能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自从出了这件事 学校里已经有好几个家长 来给孩子办了转学手续 为了安抚学生们的情绪 他只能选择委屈一下林文 听了他的话 林文虽然有些难受 但还是选择了接受 晚上他送女友李林林回家 林文心情本来就不好 没想到李林林竟然拐弯抹角地问他 这件事是不是他干的 听了这话 林文瞬间就生气了 他没想到 就连最亲近的人都在怀疑他 这G203的打击 瞬间便让林文失去了理智 他怒气冲冲地停下了车 直接走到副驾驶 把李林林拧拽了下去 随后便绝尘而去 没多久他就到了家 可没想到 却在家门口 看见了一群警察 里面还有王队 而周围全都是看热闹的邻居 他走近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家出了事 林文立刻冲进家门 发现女儿林月 竟然坐在椅子上哭 而他的老母亲 也呆滞地坐在一旁 家里还乱糟糟的 像是被洗劫过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眼看女儿哭得说不出话 林文便去找了王队了解情况 王队告诉他 是他的女儿林月报的警 他当时说 有人来家里闹事 于是王队便立刻带着警员过来了 他们到的时候 那群人就已经走了 而林月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问他什么都不说话 因此警方现在也不清楚 那伙人的身份 不过说到这里 林文其实也已经猜到了 这群人肯定是赵婷家里找来的 林文没想到 自己已经退了一步 却还是连累到了家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 和正在上学的女儿 实在经不起他们这样的泄愤方式 他决定把母亲和女儿 送到附近的宾馆去住 而他要去调查杀害赵婷的真凶 他想依靠自己来洗清冤屈 于是次日一早 他便去了案发现场 之前在和王队的谈话中 他得知 警方在案发现场周围走访时 打听到有几个村民 经常在那里干活 说不定他们会知道一些情况 没想到这么巧 林文到了发现尸体的河道后 竟然真的看到 有几个村民坐在石头上休息 于是他便向这几个人 打听当时的情况 可没想到 其中一个大爷说 案发那几天 他们几个正好回家休息了 所以根本不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 听了他们的话 林文有些气馁 难不成就真的找不到 目击证人了吗 失魂落魄的他 正打算离开 却听到那位大爷告诉他 如果他想了解情况的话 其实可以去问问村里的李瘸子 因为这个人经常来这里放牛 大爷的话 让林文瞬间惊慎了 他打听到了李瘸子的住所 立刻出发 去他家找他 李瘸子看到家里 突然来了个生人 有些不耐烦 不过听说 林文是为了前几天的凶杀案来的 便立刻将他 请进了屋里 他告诉林文 那天他正牵着牛去喝水 却听到一个女孩在尖叫 还叫了好几声 搞得他的牛也开始叫了 所以他就跑到河滩上看了一眼 发现不远处的树林里 竟然有一个黑衣人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 因为离得有些远 所以他也没看清 那个人的样子 不过他最后看见那个人 是骑士一辆黑色的摩托车走的 可那辆摩托车 也没什么明显的特征 就是街上非常常见的普通摩托车 因此 想要找到这个人 那简直是大海捞针 所以线索到了这里 便又断了 无奈 林文只能心里开 回到家的他辗转难眠 他想起白天 去找村民了解情况时 那个大爷说的话了 听说是他们老师干的吧 惨哦 难不成这口黑锅 就要这样扣到自己头上了吗 林文心里有些难过 他想起自己年幼的女儿 以及那个被凶手残忍杀害的学生赵婷 虽然前路困难 但不管怎样 他都想坚持下去 不仅是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也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女孩 于是次日一早 林文便去找了曾和赵婷 一起坐过他车的学生 刘雨晴了解情况 可他到了刘雨晴家后 当刘雨晴的父亲 得知他的身份时 便对他十分不耐烦 因为在刘雨晴父亲眼里 林文就是一个杀人犯 他怎么会允许一个杀人犯 和自己女儿说话呢 理所当然的 林文被刘雨晴父亲大骂一顿 但林文还是不放弃 他忽略了男人的骂声 着急地问刘雨晴 那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还没等刘雨晴说话 一个像是他哥哥的男人便冲到林文面前 一把将他推倒了 而倒霉的林文 竟直接撞上了院子里的石阶 瞬间头破血流 来这一趟 不仅没得到任何线索 还被打了一顿 愤怒又无奈的林文 只能离开 可没想到 在路过上次的那片河滩时 他竟发现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黑色摩托车 这难不成 就是李瘸子看到的那辆车 林文瞬间振奋了 他立刻过去看了看那辆车 但可惜的是 摩托车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他怎么会莫名其妙 停在这里呢 正在林文觉得奇怪时 不远处竟走归了一个男人 林文猜测 他应该就是这个摩托车的主人 在他与自己擦肩而过的瞬间 林文叫住了他 想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可没想到 这个人扭头看了他一眼 竟直接将他推倒在地 之后便迅速的骑上摩托车跑了 这人一定有问题 林文爬起来之后 快速启动车跟了上去 但不幸的是 因为天色一晚 再加上地处偏僻 他跟了没多久 前面的摩托车就不见了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开摩托的人 现在又跟丢了 林文内心非常无助 正在他无可奈何准备回家时 却突然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小巷子 那边好像有人影在晃动 难不成这个人躲在巷子里 不想放过一点线索 林文便悄悄地走了过去 可当他探头过去看 发现巷子里竟然空无一人 林文松了口气 看来是自己最近精神太紧张了 看什么都有问题 也许只是有人路过巷子了呢 这一天跑来跑去 什么也没查出来 无奈他便回了家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想既然找不到凶手 而且从学生那里 也得不到任何线索 那便只能去发现那个黑人的树林蹲守了 于是一大早 林文便穿着一身黑来到了树林 可没想到还没蹲到那个黑人 林文却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 他的女儿林月竟然在班里被人挡伤了 林文立刻开车赶了过去 到学校的时候 正好碰上一辆救护车 林文本以为只是学生之间的小打小闹 没想到连救护车都来了 吓得他赶紧越过医生护士冲上了楼 进了班级推开围观的学生 发现女儿林月竟然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 而林月看到他来了 竟然还想安慰他 这一幕深深的刺痛了林文的心 他愤怒的问一旁的学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林文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会变成这样 他从来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只是因为回家路上好心送了几名女生回家 他和他的家人就要遭受这种攻击吗 将女儿送到医院后 林文怒气冲冲的去了校长办公室 参与打架的学生全部站在里面 他再次质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这些学生却还是不肯说话 看他情绪这么激动 校长便出来打了云场 他告诉林文 他会把这件事处理好 可林文已经听不尽他的话 他愤怒的大喊 可没有人听他的话 校长只是重复说让他冷静 但女儿受了这么重的伤 他怎么能冷静的下来 眼看他还要再闹 校长连忙将保安叫了过来 两个大汉不顾林文的挣扎 直接将他拖了出去 无处深渊 林文只能回了医院 他在病房外面看到了年迈的母亲 母亲看到他回来 便告诉他林月已经睡下了 叫他不要去打扰孩子 看着母亲虚弱的样子 林文内疚不已 都是因为他 才会让母亲和女儿变成这样 一瞬间无尽的悔恨吞噬了他 他突然不想再调查下去了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他决定好好照顾家人 也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女儿林月听到他这个决定 欣慰地笑了 案件自有警方来调查 作为守法公民 他相信警方一定能还父亲清白 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 林月没几天便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林文便带着他回了家 这天林文一大早就起来做早饭了 刚做好 他便让林月去喊奶奶吃饭 可没想到 没过一会儿 他竟听到了林月 一场慌张的声音 林文跑过去一看 发现母亲竟然已经不行了 也许是连日以来的担惊受怕 老人家最后竟然以这样突然的方式 离开了他们 林文悲痛欲绝 在跟母亲办完葬礼后 他已经完全打消了要调查案件的心思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这天他开车来路边的一个商店买东西 却碰巧遇见了坐在商店门口等人的刘雨晴 刘雨晴看见他立刻向他问好 而买完东西后 林文本打算离开 但他看刘雨晴可怜兮兮的坐在门口 还是没忍住问他 为什么会在这里 刘雨晴赶忙告诉他 他的胳膊摔了 在这里等他表哥来接他去医院换药 但是因为堵车 他表哥到现在也没过来 听了他的话 林文犹豫了一会儿开了口 正让我顺度 我带你过去吧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刘雨晴并没有拒绝他的提议 上车之后 林文问起他受伤的原因 刘雨晴告诉他 是因为前几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没什么大事 听到这里林文也放心了 可没过一会儿 刘雨晴便犹犹豫豫的称 他前几天在学校门口碰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脸上还有一道疤 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而且还一直盯着他看 他本来没有在意 但后来突然想起来 这个人就是去年学校里 一个总是偷女生衣服的变态楼馆 在赵婷出事之前 他们几个女生在外面的餐厅吃饭时 曾见过他 而更可怕的是 当初学校发现这个人做的肮脏事后 还曾找赵婷去做过证 听到他的话 林文也想起来了 去年好像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他当时也在现场 但那个楼馆的名字 他已经忘了 于是他将刘雨晴送到医院后 便立刻去学校找到了教务主任 一说起这事 教务主任也想起来了 那个人好像是叫韩正龙 但住在哪里 他也不记得了 于是便带着林文去档案室 查找韩正龙的资料 教导主任说起那件事 也是恨得不得了 当时正式盛夏 女生宿舍的风扇突然坏了 女孩子们都热得不能行 于是学校便让韩正龙和另一个宿管 去检查电路 可那之后的几天便有很多学生反应 说是挂在阳台的内衣裤丢了 并且还有学生说 曾在女生宿舍楼 看见韩正龙鬼鬼祟祟的出现过 于是学校便报警 把韩正龙抓走了 可在警局里 警方也没问出个结果 无奈便只能把他放了 而那之后 也不知道是谁看他不顺眼 还把他拖到巷子里 狠狠地砍了几刀 韩正龙差点连命都没了 正说着教导主任就找到了韩正龙的资料 林文决定 次日去找他问个清楚 为了以防万一 他在去之前 还将这件事告诉给了警方 但他没有等警方派人前去 便独自开车上了路 在经过了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后 林文来到了一处十分偏僻的小路 路的尽头像是一个废弃工厂 车已经开不进去了 于是他便下车步行进去 当走进一个很大的院子后 他立刻注意到了一个 正背对着他 还戴着防辐射面具 正在焊接东西的男人 而之后他又注意到 在男人的不远处 还有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他猜测 这个人应该就是韩正龙 于是便试探性地喊了他一声 韩正龙 果然 这个人立刻停了下来 看来 他就是韩正龙 两人对视了几秒 韩正龙却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转身走进了屋里 正在林文觉得奇怪时 没想到 韩正龙竟然拿着一把刀 想到冲了过来 林文没来得及躲闪 直接被韩正龙扑到了地上 韩正龙这是想要他的命啊 他想要逃跑 没想到韩正龙却趁机 将锁链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越来越紧 就在林文快要呼吸不上来时 他突然摸到了一根 黑乎乎的钢管 他一把将钢管 插进了韩正龙的腹部 韩正龙痴痛之下 松了对他的前置 他便立刻爬了起来 眼看自己已经毫无反抗之力 韩正龙便将脸上的面罩摘了下来 出现在林文面前的 赫然是一张布满了刀疤的脸 相比简历上那张光洁白皙的脸 此时的韩正龙 面旁有黑 胸向壁落 他承认是他杀害了赵婷 至于原因也很明显了 他既恨赵婷 只证他偷东西 导致他既丢了工作 又毁了名上 韩正龙的表情异常悲伤 难不成在偷内衣事件里 他也是被冤枉的 之前听教务主任说 当时警方并没有在韩正龙家里找到赃物 那是不是说明他并没有做那些事呢 这些要交由警方继续调查了 而至于这起命案 韩正龙千不该万不该 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赵婷 这样不仅没有自整清白 反而让自己走进了深渊 最后等待他的 只会是法律严厉的制裁 这个女大学生太惨了 刚和朋友聚完餐准备回家 没想到就在回家的小路上 一直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他 可他几次回头看 都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就在他最后一次回过头时 却突然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给捂住了口鼻 女孩挣扎了许久都没挣脱 最后还被男人给捂晕过去 拖进了路边的草丛里 等女孩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草丛里 头上方就是陌生男人的脸 男人惨无人道地侵犯了女孩 还用手使劲捂住女孩的口鼻 女孩哭都哭不出声 就在他想要放弃抵抗时 不远处突然出现一个保安 有人吗 陌生男人听到后终于停下了动作 而女孩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逃脱了男人的控制 男人也许是害怕被人发现 终究是没有去追女孩 就这样女孩成功逃脱 可这晚的事却像一个梦眠 每晚睡觉女孩记下都会梦到 随后就会被吓醒 记下心脏狂跳 刚准备喝杯牛奶缓缓 却突然接到了姐姐记东的电话 记东是一个射箭运动员 目前正在集训 这次给记下打电话 是因为他想在记下学校附近租一间房 他知道记下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所以想以这种方式多陪陪记下 记下听后瞬间高兴了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家中介公司 一番询问后 记下看中了一间房子 中介小伙本想陪记下一起去看房子 但此时恰好到了下班时间 公司经理向南正要回家 听说那个房子就在他家附近 他便提议自己带记下去看房子 小伙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记下也没多说 之后他们就到了看中的那间房子 记下看起来还挺满意 不停给姐姐记东发室内视频 可此时记东正在努力训练 根本没看到记下的消息 而一直没等到姐姐回信的记下 只能无奈地准备回家 向南提议送他回去 可半路上记下却觉得这路十分陌生 询问向南 向南却说是要带他去另一间房子 那个房子也不错 可随着道路越来越偏体 记下感觉十分不对劲 急忙喊着让向南停车 向南此时也不装了 他拿出一把班手 你不记得我了 记下瞬间回忆起那晚的经历 难不成他就是那晚事报于他的人 记下想要下车逃跑 可车窗早已被向南给锁死 眼见记下不停挣扎 向南拿起班手就给了记下脑袋一下 记下当即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了冰凉的地板上 而不远处的向南 正在精心挑选接下来要使用的工具 记下趁他不注意 赶紧拿出手机给姐姐发求救短信 还附上了地址 他刚发完 向南便注意到他醒了 看着像南阴郁的样子 记下恐慌不已 而此时记东这边也终于训练结束 拿到手机后他就看到了妹妹的信息 着急的他急忙给妹妹打电话 可却一直无人接通 他赶紧开车前往那个地址 一路上还在不停地给记下打电话 而记下这边 向南看着记下虚弱无力的样子 心里十分解气 上次不小心让记下跑了 他一直很后悔 没想到这次竟然这样遇见了 面对他的话 记下已经没有力气应付了 因为向南已经在他肚子上捅了一刀 血不停地往外流 要是再没有人来救他 他肯定活不下去 记下想求向南 可此时一阵手机震动的声音传了过来 向南一看竟是记东在给记下打电话 原来是记下还没来得及将手机静音 向南接通了电话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向南拿出了记下包里的家门钥匙 揣进了自己的怀疑 最后拔出记下肚子上的刀便离开 不久后 记东终于赶了过来 可他一进来 便看见地板上记下已经毫无呼吸的尸体 记东悲痛欲绝 而之后两姐妹的父母也得知了记下的死讯 年过半百的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记东也过得浑浑噩噩 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把记下的后事办过 看着父母痛苦不已的样子 记东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杀害妹妹的凶手 亲手为他报仇 可凶手又岂是那么好找的 这天记东实在思念妹妹 就拿出妹妹的手机看他以往的视频 没想到却在里面 发现了有关凶手的线索 记东看到那天记下给他发的看房视频 阳台上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 记东仔细看他的侧脸 这人怎么看着和那天晚上 出现在他家门外的男人那么相像呢 那晚这个男人还拿着钥匙准备开门 但中途他好像察觉屋里有人 就收起钥匙离开了 记东立刻去查这家中介公司的信息 很快就得到了向南的信息 从这天起 他就开始跟踪向南 可以连几天都一无所获 但记东不想就这么放弃 还是决定继续跟踪向南 没想到之后的一天晚上 向南突然开车去了野外 路上还栽了一个女孩 两人的目的地是一处废弃的烂尾 记东跟进去一看 向南竟然在对这个女孩施暴 记东赶紧拿出弓箭射击向南 下一秒弓箭就射中了向南的头 但此时他还不知道记东的位置 记东趁这个机会拿着弓箭就冲过去 又给了向南一箭 之后开始不停用电击棒电击向南 向南站都站不起来 很快他便被记东给打晕了过去 记东搜他身上 果真发现了自己家中的钥匙 看来那晚的男人就是他 记东本想对向南下手了 可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放弃了 他不想把自己的弓箭当作杀人工具 之后他便带着被绑架的女孩离开 疲惫不堪的记东送走女孩后 就独自一人坐在车上休息 没过多久他醒了过来 没想到一睁眼 却看见向南的车停在他前面 记东很奇怪 由于半天决定下去看看 可刚推开车门 向南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幸好记东拿了弓箭 直接给了向南一箭 但尽管向南几次受伤 却还是没有放弃和记东对打 记东到底是个女孩 眼看打不过向南便赶紧跑了 向南腿脚不方便也没敢去追 而这次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记东并没有放弃 他经过调查 发现妹妹记下的同学向小雅 竟然就是向南的女儿 于是他便想用向小雅来威胁向南就范 这天一早 他去了记下的学校 很快便遇到了正准备上课的向小雅 他直接将向小雅给拉进了车里 随后便通知了向南 此时向南还正悠闲地喝着一滴盖奶 得到消息后期地直接把奶瓶摔了 之后他便着急地跑去了记东给的地址 一进门就看见桌子上女儿向小雅的手机 向南急得不行 一直呼喊女儿的名字 此时记东悄悄从向南身后出来 两人当即进行了一番打斗 但记东毕竟是个女孩 还是打不过一个壮年男子 于是他便跑了 向南追上去 没想到一上楼 却发现上面一整层全都是悬挂的衣服 向南在衣服之间穿梭 此时记东也在衣服间慢慢移动 没想到就在这时 向南突然出现在记东身后 一脚便将他踢翻了 记东一时无法还手 向南当即对他进行了一番拳打脚踢 记东笑得不可一致 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 又如此残暴的人 竟然也有在乎的人 简直是太可笑了 见此记东便将身后的帘子打开了 向小雅被捆绑在凳子上 此时的他也不敢相信 自己一向敬重的父亲 竟然是个杀人魔头 他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向南 看到这一幕 向南也被刺痛了 他想否认这一切 可向小雅已经不相信他了 最终在向小雅的目光下 向南放弃了抵抗 被成功抓捕归案 至此案件结束 向南实在是可恶至极 因为离婚后太过寂寞 便向这些年轻女孩伸出了毒手 可他在作案时难道没想过 这些女孩也是跟他女儿一样 处于花季年龄吗 她们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 向南一定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刚入秋 正是秋游的好时候 一群大学生相约去河边烧烤 两个女生将羊肉串烤得滋滋冒油 就在众人着急吃时 河面上却飘来一个黑色行李箱 鼓鼓囊囊的 像是装着什么好东西 一个胆大的男生 很快便用鱼杆将行李箱勾到了岸上 没想到打开一看 一只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 竟然掉了出来 吓得众人大声尖叫 立刻就报了警 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可除了这些女师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而在这时 警方却突然接到报案 称玫瑰酒店发生了一起命案 据了解 是一对小情侣要去玫瑰酒店开房 可以打开电梯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他捂着流血的脖子 叫都叫不出来 这场景当场就把小情侣吓得大叫 紧接着 酒店工作人员便打了120 将受伤的男人送到了医院 与此同时 警方也接到报案赶到了医院 可受伤的男人 还没来得及送到手术室 就已经不行了 医生说血都快流干了 这可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杀人事件 警局高度重视 很快便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随后经过深入调查得知 死者名叫赵熙 今年27岁 是一位青年警官设计师 生前在奇亚设计院工作 据了解 他平时除了和院里的同事又联系 基本不和外界接触 社会关系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在调查中警方却发现 赵熙作为设计院里最年轻的助理设计师 竟然独自承接了好几个本事的重大楼盘设计 而巧合的是 这些楼盘设计竟然都是优薄房产的项目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 就在这时 女警小园将案发酒店的监控拷了回来 张队仔细查看 发现赵熙是捂着脖子 从电梯旁边的一个房间冲出来的 就在赵熙冲进电梯后 他所在的房间里 竟然还出来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 这个帽子男行迹如此可疑 他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可监控视频拍的并不清楚 警方也无法得失他的身份 目前赵熙遇害案中 最奇怪的便是赵熙和优薄房产的合作 警方正打算去优薄房产了解情况 可没想到 却突然接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报案 称他们的女儿吴雪失踪了 据了解 他们已经两天没有见过吴雪了 该问的朋友也问了 都说没见过 以前吴雪从来不会这么久 不跟他们联系 所以他们猜测 吴雪一定是出事了 之后经过询问得知 吴雪有一个男友 名叫孙兴 因为这男的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所以老两口并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看吴雪的母亲哭得实在伤心 明星小周赶紧安慰他们 说不定吴雪是因为他们不同意 所以便和孙兴腻歪着 到别处玩去了 不过既然有可能和孙兴腻在一起 说不定孙兴的家里人 也许会知道一些情况 于是张队便带着小周 去了孙兴家了解情况 据他父亲称 孙兴因为工作忙 并不经常回来 他们也很久没见面了 而且平时孙兴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跟他说 所以他也不清楚孙兴去了哪里 随后小周又询问了孙兴的感情生活 但当孙兴父亲听说 自己儿子正在和一个名叫吴雪的女孩 谈恋爱时 竟然立刻就否认了 他称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小周很奇怪 但之后孙兴父亲却不愿意多说了 眼看孙兴父亲不愿意配合 张队便想搜查一下孙兴的卧室 说不定能有意外的发现呢 没想到他近距一看 发现孙兴所有的东西 基本都是粉色的 连床单都不例外 这怎么和一般的男生不一样呢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张队也没有多想 随后他便在桌子上 看到了孙兴和吴雪的合影 两人看起来感情非常好 看来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交往 之后张队又将孙兴的电脑打开 查找了一番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无奈两人只能先离开 刚发生了两起凶杀案 这竟然又有一对情侣失踪了 小周总觉得这起案件不简单 难不成吴雪和孙兴也约害了 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 小周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猜测 随后经过警员调查 发现有人曾在玫瑰酒店见过孙兴 因此警员猜测 孙兴应该没有离开过市区 听到这里张队很奇怪 怎么又是这个玫瑰酒店 赵熙不就是在这个酒店出事的 难不成孙兴的失踪 与赵熙的死也有关系 就在这时 李局长突然传达给张队一个消息 本市的龙头企业优博房产 明天有一栋楼要开盘 因为场面比较大 而且公司的负责人钱东升 还要现场撒钱 所以需要一些警力 进行现场的治安维护 不过最好是能找钱东升商讨一下 取消这个撒钱的环节 张队想拒绝 却突然注意到这个房产公司 不就是死者赵熙合作的那个公司吗 张乔自己有些事情要询问他 于是张队便去找了钱东升 刚开始钱东升对他还挺客气的 可当钱东升听他说 建议取消撒钱这个环节后 瞬间就变了脸色 他一脸阴沉的看着张队 称自己已经和领导们打过招呼了 但张队才不吃他这一套 还是非常干脆的拒绝了他 之后张队便建议到仪式现场看看 提前熟悉环境 可没想到在离开之前 张队却突然注意到了钱东升的办公桌 他发现钱东升的桌子 竟然和孙兴电脑壁纸上拿张照片的桌子一模一样 而且连桌子上的摆设都没有丝毫偏差 难不成这两人之间也有关系 他立刻询问钱东升 公司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孙兴的人 可没想到钱东升却称 自己公司有员工将近两千人 他怎么可能会记得每一个员工的名字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钱东升并没有正面回答 这样看来他心里一定有鬼 但因为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张队也没再多问 之后没多久 赵熙的尸检报告便出来了 经过法医尸检 确定赵熙的致病伤 就是脖子上的那条刀伤 因为划破了动漫 所以没来得及抢救 就血流而尽死亡了 除此之外 法医还在赵熙的身上 发现了一些红斑 但具体是怎么来的 目前还没有定论 不过能够肯定这些是顿气伤 那么这些伤痕 会不会与赵熙的死有关呢 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于是张队便打算 去孙兴家附近的酒吧 调查一下情况 看经常泡巴的人 有没有认识他的 但问了好几个人 都说没有见过孙兴 难不成就找不到线索了吗 就在这时 张队注意到了 吧台的一个长发调酒师 他在这里上班 说不定会知道 一些孙兴的情况 可拿着照片去询问他时 这个调酒师 竟然连看都不看 就说自己没见过也不认识 明显就是在说谎 张队想接着问 可这个调酒师竟变了脸色 直接就要轰他离开 张队很无奈 正打算离开 却突然注意到 吧台上 有一达玫瑰酒店的宣传名片 这个酒店就是 赵熙出世的地方 也是有人曾见过孙兴的地方 看来这个酒店 也许就是破案的关键 于是张队立刻赶了过去 之前警方得知 这两人都在玫瑰酒店出现过时 就已经查了入住登记 可都没有查到 这两人的信息 所以这次张队 直接询问前台小姐 是否有不用登记 就能入住的办法 前台小姐刚开始还不想说 可后来架不住张队的逼问 还是说了实话 他称之前情人节 有一个VIP充卡活动 充一万送一万 非VIP也能持卡入住 而信息依旧会显示持卡人的 听到这话 张队立刻猜测 赵熙和孙兴 会不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入住的呢 于是他立刻让前台小姐 查了这些会员的信息 大概有20人 张队让前台小姐 将这些人的信息打印了出来 之后他便将资料带回了警局 经过警员们的仔细检查 发现里面有一个 持卡人的工作地址 竟然是优薄房产公司 这个公司本来就与赵熙的 关系不一般 负责任钱东生还非常可疑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张队便找了自己的好兄弟 李建华 李建华是个开出租车的 经常在市区里转悠 对于钱东生来说 他还是个陌生的 这样一个人去跟踪钱东生 一定不容易被发现 张队就是想摸清楚 钱东生的行动轨迹 看他平时下了班之后 都去哪里消遣 说不定能找到 与案情有关的线索 李建华听后爽快的同意了 毕竟他以前也当过警察 只是后来迫于家庭压力 才转行开出租车了 而当晚他便去跟踪了钱东生 发现钱东生下班后 直接开车离开了 李建华立即跟了上去 发现他的目的地 竟然是玫瑰酒店 李建华跟着进了地下停车场 随后钱东生便坐电梯上楼了 短时间内 他应该回不来 于是李建华便赶紧去检查了他的车 发现他的手机 竟然落在了车里 这样看来 钱东生可能很快就会回来 因此李建华抓紧时间 用提前准备好的车钥匙 将钱东生的后备箱打开了 可没想到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把枪 这钱东生绝对不简单 李建华赶紧翻看后备箱 看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没想到他刚找了一个包 将里面的硬盘拿出来 却突然听到不远处的电梯响了 害怕是钱东生回来拿手机 李建华立刻装作路人 打着电话离开了 而电梯里出来的人 果真就是钱东生 幸好李建华演技不错 钱东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拿了手机便要坐电梯上去了 眼看解除危机 李建华赶紧给张队打电话 汇报情况 得知钱东生竟然有一把枪 张队吓了一跳 这钱东生到底是要做什么 为了了解枪的来源 张队便又拜托李建华 拍一张枪的照片 就在等待时 张队突然想查一查 玫瑰酒店的监控 说不定还能有意外的发现呢 他仔细看了看 没想到却发现 在孙兴进入酒店不久 吴雪也进来了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他之后不久 张队竟然看到了 在赵熙被划伤后 从他房间出来的那个帽子男 这样看来 帽子男很有可能 就是杀害这两人的凶手 可他会是谁呢 之后张队继续查看监控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三个人里 最后竟然只有帽子男 从酒店出来了 孙兴和吴雪并没有出来 想到这里 张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孙兴和吴雪 很可能还在酒店 于是他连夜组织警力 去酒店进行搜查 找到优博房产 开着那间房后 发现里面还有两对情侣 正在玩耍 这房间一眼看去 并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张队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只剩床下没有查过了 于是他便和警员 一起将床垫掀开 没想到众人一看便震惊了 孙兴和吴雪的尸体 被撒成面粉 藏在了床底下 两人身上血气斑斑 而孙兴的身上 竟然有和赵熙身上 一样的红板 这绝对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警方立刻将这两人的尸体 带回警局 随后没多久 张队翻看手机 突然发现了李建华 给他发的一张图片 那应该就是 钱东升后备箱里 放着枪的照片 张队立刻给李建华打电话 看看是否还能得到 其他的线索 可没想到打了好几个 那边都没人接通 张队察觉不对劲 便准备去李建华家找他 可没想到刚出警局 便接到女警小元的电话 称昨晚一个高架桥 发生事故 警方在桥下的河里 发现了一具男尸 以及一辆出租车 经调查得知 死者名叫李建华 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就是打给他的 得到这个消息 张队瞬间蒙了 李建华不是去跟踪 钱东升了吗 怎么会死呢 难不成是被钱东升发现 遭到灭口了吗 想到这里 张队怒了 他立刻开车 前往钱东升的公司 到了之后 不顾钱台小姐的劝阻 直接就冲了上去 电梯里 张队隐约感觉 钱东升好像在 透过摄像头监视着他 但此时被愤怒 冲昏头脑的他 已经顾不上了 他怒气冲冲的 推开了钱东升办公室的门 没想到等待他的 竟是一只飞剑 钱东升胆子真是太大了 竟然对他下了手 虽然张队受了伤 但毕竟曾经 也是警戒铁人三项的冠军 于是他立刻 与钱东升展开了搏斗 可没想到 钱东升竟然藏了一把刀 趁张队不注意 直接捅了上去 之后竟然还丧心病狂的 握着刀柄转了一圈 但张队并没有被打倒 他忍着疼痛 用绝对的力量 将钱东升压在了地上 可钱东升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始终没办法制服对方 就在张队快要坚持不下去时 警方终于赶到了现场 将钱东升这个杀人恶魔 绳之以法了 至于张队 经过及时的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警方之所以能及时赶到 是因为在李建华死亡的现场 进行打捞时 发现了一个优盘 那应该就是他生前 从钱东升那里顺出来的 里面肯定会有重大线索 于是技术人员 立刻对优盘进行了复原 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 不堪入目的视频 经过辨认 视频里的主人公 既有赵熙也有孙兴 都是他们各自和别人玩耍的视频 而之后警方也从视频里 找到了赵熙和孙兴的尸体上 有红斑的原因 应该是那个人用仿真箱 打在他们身上造成的 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就在这时 这个人竟然当着摄像机的面 将孙兴和吴雪杀害了 就在众人疑惑 这个人会是谁时 他的脸竟然出现在了镜头里 众人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钱东升吗 这下证据确凿 警员们立刻出动 对钱东升进行抓捕 可没想到张队竟先一步赶了过去 幸好他们来得及时 将张队救了下来 也将钱东升当场逮捕 随后经过审讯 钱东升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 他称赵夕和孙兴都是他的人 可这两人却相继背叛了他 他无法忍受 所以最终选择杀害了他们 他将孙兴和吴雪 塞到了酒店的床下面 在杀害赵夕和他的女友时 因为赵夕有事中途出去了 所以他便先将赵夕的女友杀害了 最后又装进行李箱 扔到了河里 没想到最后在杀害赵夕时 竟然让他跑了出去 钱东升这个地产拿亨 何其可悲 他本来拥有大好人生 但却因为畸形的爱 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道路 真是可惜啊 这个漂亮女人太贫了 为了养活八岁大的儿子 仅仅一天就打了四份工 女人这么辛苦努力 本以为能和儿子过上好的生活 没想到这天晚上 她正在打扫酒吧的洗手台时 事后突然冒出了一个醉醺醺的小伙子 上来就在她伸出了闲竹手 女人用力挣扎 却惹恼了小伙 一把将她推到地上 拳打脚踢 幸好小伙的朋友 及时赶来阻止了她 女人才逃过一劫 可没想到次日 江边竟然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方接到消息 立刻封锁了现场 之后根据了解 这具女尸是被江水冲上岸的 处理衣服 并没有任何随身物品 在现场也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于是警方便想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最后根据调查得知 死者名叫钱惠 今年35岁 是去年8月来到本市打工的 身边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 两人就租住在郊区农户的自建房里 据邻居所说 钱惠每天晚出早归 白天晚上都没有见过她的人影 很像是从事特殊职业的 听了这话 江华立刻命警员进行调查 而之后法医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 发现死者身体表面 有一些擦伤和磕碰伤 可这些却都不是致命伤 因为法医小荣发现 死者的肺泡积液非常多 支气管墙内也有出血现象 这非常符合逆亡的体征 因此他推断 钱惠应该是被淹死的 可奇怪的是 钱惠的肺泡溺液中 竟然都是海水 但发现他尸体的地方 明明是一条江 怎么会是海水呢 根据这个发现 警方猜测 发现钱惠的地方 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此外死者的体表已经开始膨胀 这就证明他在海水里 已经泡了十个小时以上 而经过尸检确定 他的死亡时间是昨晚十二点左右 距离现在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 凶手如果在海里把死者淹死 那他的抛尸时间最长也只有两个小时 可发现死者那条江距离最近的海 开车都得走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凶手是完全没有时间 在海里将死者淹死后 又扔进那条江里的 这样看来 死者可能就不是在海里溺亡的 可如果不是在海里溺亡 那他的肺泡溺液里 为什么会是海水呢 众人都想不明白 此之刑警队长罗毅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死者会不会是在一个 类似于海水的地方溺亡的呢 城市里能有海水条件的 也就只有海鲜市场了 得出这个结论后 法医长林立刻去了附近一个海鲜市场 询问了其中一个海鲜老板得知 他们这里的海鲜 用的基本都是海水洋制 特别是一些进口海鲜 不仅要用海水 还要用进口海水 否则这些小东西根本就活不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进口海鲜卖这么贵的原因 听了他的话 长林立刻让老板撑了一只奥龙 顺便还要了点进口海水 老板听了这话非常疑惑 从来没有顾客过来买海鲜 说要他的海水呢 都是嫌袋子里的水多 这个顾客怎么这么奇怪呢 不过他也没有多说 之后长林便提着袋子回到了警局 进了解剖室后 立刻命法医小荣 对这种进口海水的成分进行检测 赶快结果便出来了 这种进口海水的成分 与死者废泡中的溺液十分相似 因此长林得出一个结论 死者很有可能是在海鲜养殖肠死亡的 得到这个线索后 警方立刻对于溺液成分相似的养殖场 进行调查 最终确定了三家养殖场 可令人无奈的是 经过调查发现 这三家养殖场既没有监控 也没有用功记录 对这几个老板进行询问 他们也是说完全不认识死者 这可难为了众多警员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长林决定对这几家养殖场 进行实地检查 他先是去了海鲜老板孙伟的养殖场 没想到经过一番检查去发现 孙伟的养殖场 虽说是海水养殖场 但养殖的竟然都是淡水鱼 这就有些奇怪了 对此孙伟连忙解释 他之前确实是做海水养殖的 但一直都没赚到什么钱 后来他听朋友说 观赏鱼特别赚钱 所以就贷款买了几条 想着养大了 看看卖的怎么样 如果卖的好 就专门卖观赏鱼了 这也算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过说起这个 孙伟也是有些无奈 他称这观赏鱼 着实是不好养 换水都得严格按照时间来换 否则这鱼根本活不了几天 常立也看到了换水记录 确实非常准时并且频繁 就在这时 常立突然注意到屋子外面 还有几个大池子 难道这里面养着鱼 也得准时换水吗 没想到刚问出口 孙伟的笑容瞬间有些僵硬了 愣了一会儿他便称 其实外面那些人 都是他请来的专业人士 什么时候换水 他也不清楚 听了这话 常立随后便对这几个工作人员 进行了询问 可没想到一问才知道 这几个人根本不是专业人士 就是一般的帮工 其中一个年轻小姑娘还说 换水时间都是孙伟告诉他们的 这可和孙伟说得完全不一致啊 看来他很可能是说谎了 不过为了不打扫惊蛇 常立并没有立刻挑明 之后他又对池子 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没想到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其中一个池子的底部 竟然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黑色发卡 这根本不像是 一旁的小姑娘会戴的 倒是非常符合 死者钱惠的年纪 难不成他是在这里被淹死的 想到这里 常立立刻将孙伟带过了警局 审讯室里 江华正拿着黑色发卡 对孙伟进行审问 可孙伟却始终不承认 见过这个发卡 见得死鸭子嘴硬 江华便直接告辞孙伟 本市总共有三家养殖场 是用进口海盐 配置人工海水的 而这种海盐配置出来的海水 在刚配置好的时候 呈现的是浑浊状态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静置 才会变得清澈 巧合的是 辞职钱惠肺里的溺液就是昏浊的 并且在钱惠死亡当天 只有他的养殖场 配置了人工海水 这种种巧合证明 钱惠就是在他的养殖场被淹死的 听了江华的话 孙伟瞬间愣了 犹豫了一会儿 他眼看无法反驳 便只能说了实话 他称钱惠 其实是在配置人工海水时 被淹死的 当他发现的时候 钱惠就已经死了 之后害怕跟钱惠的家人说不清 所以便自作主张 将钱惠的尸体扔进了江里 案发那天是钱惠值班 大概凌晨五点左右 他去养殖场检查 没想到喊了钱惠半天都没人应声 他以为是去哪里偷懒了 但一转眼 竟然在池子里 看见了钱惠的尸体 他瞬间就被吓蒙了 之后为了不牵扯到自己身上 他便一不做二不休 将钱惠抛尸到了江里 他交代的会是事实吗 江华不太相信 通过调查得知 孙伟经营的全市最大的养殖场 但这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老板 在案发之前 孙伟养殖场里的员工 因为他恶意偷欠公司 大部分都离职了 整个养殖场只剩下了钱惠 以及孙伟的几个亲戚 而案发时的情况 也并没有第三个人亲眼看到 所以孙伟说的是真是假 现在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 钱惠八岁的儿子钱潇勇 突然找到了警局 他从自己已经一天没见过母亲了 之前母亲曾说过 只要找不到他 就来警局寻求警察叔叔们的帮助 听了他的话 一群女警都非常难过 他们都无法开口告诉钱潇勇 他母亲已经遇害了 而为了安抚他 警员便给钱潇勇买了一份饭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罗伊有些难受 萧萧年纪就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他以后要怎么长大呢 想到这里 罗伊决定再次提审孙伟 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快找到杀害钱惠的凶手 可面对他的审问 孙伟始终不肯承认 得到这个消息的僵华十分生气 根据目前的线索 他早已认定孙伟就是凶手 可没有关键证据 还是无法给他定罪 就在众人苦恼之际 长林这边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他通过询问钱潇勇得知 母亲钱惠每天都会换 不同的工作制服出门 而他根据这个线索 去走访了钱惠所有的工作地点 发现钱惠竟然全天无休 他早上去早餐摊帮忙 中午去抬球厅打扫卫生 而下午和晚上 则是在酒吧做服务生 凌晨结束后 还会去孙伟的养殖场工作 这样一个像陀螺一样 拼命旋转的女人 在养殖场工作时 不小心掉入池子中 是非常有可能的 得到这个猜测后 他立刻对钱惠的尸体 进行了开炉尸检 发现钱惠炉内大量出血 根据检查 应该是脑内血管破裂造成的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外伤 就是劳累过度 而很明显 钱惠脑子上并没有瘀痕 所以他的炉内出血 很可能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不过他的死因还是溺水 但他掉下水池的原因 也许会跟炉内出血有关 否则钱惠一个熟练工 如果没有人故意推他 怎么会掉入水池里呢 至于他身上各种各样的伤痕 绝大多数是死后造成的 但有一个伤痕非常奇怪 就是他脖子上的菱形勒痕 应该是机械上 可既不像是生前造成的 也不像是死后造成的 而且按理来说 溺水也不应该会出现 这样的伤痕 因此长林推测 钱惠会不会是因为炉内出血 导致瞬间晕厥 不小心掉入水池后 又被池子里的某个东西缠住了 所以才会溺亡 听了他的猜测 罗毅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目前并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钱惠是意外死亡 所以会不会是孙维 将钱惠捆绑后扔进水池中呢 他的猜测也不无道理 不过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 罗毅仔细想了想 钱惠脖子上的伤痕是零形的 倒是与养殖场中 常见的鱼网非常类似 难不成他是被鱼网类似的 可这也不能证明 他是意外死亡还是被谋杀的呀 不过这也算是一条线索 说不定找到那张鱼网 能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呢 于是次日 罗毅便带人去了孙维的养殖场 对仓库中的所有鱼网进行检查 罗毅认为 如果孙维就是凶手 那隐藏作为凶器的鱼网 最好的方式就是放进 存放鱼网的仓库中 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 但江华却不以为然 孙维不像是这么聪明的人啊 果然一群人仔细找了一圈 也没有任何发现 而在这时 警区门口却突然跑来一堆人 吵着闹着要孙维出来还钱 几个警员一起上去安抚 都没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小白正不知道怎么处理事 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 突然走了过来 他自称是孙维的妻子王苗 言则恳切地请求大家不要再闹了 之后从他的讲述中 小白才知道 原来这些都是跟随孙维很久的员工 之前养殖场赚钱那几年 孙维没像吉他老板一样 为了避税不跟员工签合同 反而是为了给他们保障 不仅签了合同 还给他们买了相应的保险 而前段时间 养殖场因为经营不善 拖欠了他们几个月的工资 这段时间 孙维也是在积极筹款 可效果并不理想 他本来想劝孙维 用手里仅剩的钱 给他们把工资结了 之后就进行破产精算 可孙维不愿意 还说如果就这样破产 那手底下的这些员工 以后怎么办 去了别处 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待遇 只继续筹款 可没想到还没有结果 就被带到了警局 而说完这话 王苗就打开了手提包 他称现在孙维进去了 他也不想再欠大家的钱 所以就用手里仅剩的资金 给大家把工资结了 听了他的话 一众员工也不想再闹了 老老实实地拿了钱 就在这时 罗毅和江华走了过来 没想到王苗一看到他们 立刻走过来 哭着声 他已经把欠的工资全部结了 什么时候才能把孙维放出来 原来王苗一直以为 警方将孙维 抓进去 是因为拖欠了工资 见此罗毅赶紧解释 称孙维是牵扯进了一起命案 才会被传讯到警局 听了他的话 一旁拿到工资的小伙子 也赶紧接话 称好像是因为警方怀疑 孙维杀了钱惠 才将他带走的 王苗听后瞬间懵了 之后小伙子便解释称 在钱惠死亡的前一天 他们确实在外面听到 钱惠和孙维大吵了一架 听到这里 王苗立刻反驳 称之前孙维就已经和钱惠说好了 让他再回来帮一段时间忙 钱惠也同意了 因此孙维绝对不可能杀害钱惠 王苗始终不相信 而这话刚说完 他便直接晕了过去 众人急忙将来送进了医院 所幸经过检查 王苗并没有什么大碍 可至于孙维到底是不是凶手 现在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 长林突然从孙维儿子孙小伦口中 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孙小伦称 以前每年他生日的时候 父亲都会带他去游乐场玩 可前天他生日 父亲不仅忘了 还早早地吃药睡觉了 这段时间 父亲天天睡不着 都是依靠药物才入睡的 经了这话 长林有些疑惑 前天不就是案发那天吗 如果孙维真的吃药了 那他是绝对没有时间 去案发现场的 难不成他并没有说话 想到这里 长林立刻去看守室 抽了孙维一管血 如果他前天晚上真的吃药了 血液检测 一定能检测到药物残留 可还没等结果出来 此时江华这边 竟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因为之前在仓库中 没有找到一次凶器的渔网 江华便带人对孙维的养殖场 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 没想到女警小林 竟然在养殖场的院子里 发现了一个带有血迹的渔网 这极有可能就是 勒住钱惠的凶器 警方立刻将渔网 带回警局检测 果然渔网上面的血迹 真的是钱惠的 这样看来 孙维的嫌疑就大得增加了 可江华却不这样认为 如果是孙维蓄意谋杀钱惠 那这怎么会将作为凶器的渔网 堂而皇之地晒在院子里呢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 就在几人疑惑时 常林这边对孙维血液的检测 有了结果 报告显示 孙维的血液中 确实含有安眠药的成分 而这种成分 与警方在他家中 找到的安眠药成分完全一致 推断 孙维的吃药时间 就是前天晚上的11点 这种药的药效极强 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迅速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而钱惠的死亡时间 是当晚12点左右 在那个时间点上 孙维的家就算被拆了 他也不可能醒 所以这样看来 孙维并没有说谎 他确实不是杀害钱惠的凶手 那么钱惠就只可能是意外死亡了 他也许就是在给水池换水时 突发晕厥 随后不小心掉出水池 被以往缠住了身体 导致他无法挣脱 最终溺水而亡的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查明 孙维也被释放了 而钱惠最终也哭着 接受了母亲死亡的事实 因为没有其他亲属 所以他便跟着孙维 父亲俩回了家 如果案发那天晚上 孙维能够及时报警 说不定真相早就已经查明了 至于钱惠 他的一生非常辛苦 不过好在 还有一个懂事的儿子钱惠勇 以后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好好长大 不语蒙蒙的小树林里 一对情侣正在野外约会 情义正浓使女子 伸出鲜鲜御手称帝 突然摸到奇怪的东西 起身一看 竟是一具爬满区的骄尸 吓得二人大惊失色 把腿就跑 警方接到电话开始调查 但这个事情 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操作 负责调查的两个警官 一个被绑 一个出了车祸 随后关于这个案子的 所有文档全部丢失 案子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几年后发生了 震惊全国的大案 事件为主任唐一杰 在拆迁楼调解民众情绪时 突然坠磨 死状惨烈怀疑是他杀 警官小杨负责调查此案 调查发现唐一杰 与紫金置业的老总江子成 关系肥禽 江子成在台湾靠坐贸易发家 回到大陆后开始做房地产 整个旧城改造 都是唐一杰帮他拿下来 唐一杰从小跟着父亲 在官场长大 他的妻子林慧上学识 是个风流笑话 和江子成谈过恋爱 后来江子成去了台湾做生意 林慧嫁给被胎唐一杰生了个女儿 小杨找到了唐一杰的女儿小诺 从他口中得知 小诺出国上学的钱都是江子成出的 认为他是个好人 但对自己爸爸深恶痛惧 因为又是小诺亲眼目睹 唐一杰家报妈妈林慧 又谎称林慧有精神病 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晚唐一杰的助理突然找上小杨 助理说案发当晚 在楼顶见到了第三个人 那个人很像之前失踪很长时间的 紫禁置业的莲阿云 第二天小杨又赶到精神病院调查现实 据调查所知当初林慧出院 还是莲阿云交钱签的子 那段时间 江子成刚好带着莲阿云回大陆 也是这个时候唐一杰和江子成 开始官商勾结互惠互利 就这样小杨又去林慧的酒楼找江子成 本来是想询问关于阿云的事情 但半路林慧把他带回了家 昏暗的灯光下 小杨看到了林慧的纹身 他告诉小杨这个是用来遮伤疤的 他是个家暴受害者 还说是种解脱 突然林慧情绪失控 脱掉了上衣扑向小杨 感觉到不对劲的小杨赶忙拒绝离开 尽管如此 小杨和林慧还是被偷拍 上了第二天的新闻头条 显然小杨被算计了 目的是什么呢 阻挠小杨调查此案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杨接到唐一杰助理的电话 说他找到了当晚拍的照片 确定第三个人就是莲阿云 可当小杨赶到约定的地点时 助理已经死了 尸体正好倒在他怀里 嘴里吐出一个带血的U盘 而这一幕正好被路人看到 大喊杀人啊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写不清了 小杨被认定杀人 在警察的追踪下 小杨无奈逃到香港 投奔爸爸之前的同事老妹 原来小杨的爸爸之前是高级警官 只不过六年前出了车祸变成了痴呆 老爷深受打击 跑来香港开了家私人侦探社 夜晚小杨打开那个U盘 是一个蘑菇道看不清脸的粉发女子 但他的穿着和六年前失踪的莲阿云很像 小杨认为这其中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他以前看过爸爸的评记 爸爸怀疑当时的无名交尸就是莲阿云 可当老A和爸爸想深入调查时 档案莫名丢失爸爸又出了车祸 所以小杨怀疑 爸爸的车祸可能和江子成有关 不得不说小杨身为警察直觉真的很准 原来这莲阿云压根不是什么台上 而是一个坐台小姐 江子成出到台湾时 英雄救美救下了莲阿云 由此阿云深深地爱上了江子成 陪他坑蒙拐骗创业成功 后来回到大陆 又用身体替他谈成不少生意 而江子成呢 回到大陆后和林慧就情重燃 两人私下会面被丈夫唐一杰撞驳 他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添油加醋告诉莲阿云 江子成自始至终爱的只有林慧 而你不过是他江子成的棋子 当晚莲阿云向江子成提出要回台湾 而且要公私私承的股份 不然就去警局举报他和唐一杰的勾结 江子成不愧是渣男 直接把阿云重重地推下了车 而此时的阿云已经怀孕 这一推直接把阿云推流场了 愤懑绝望的阿云 拿着公司的资料硬盘出走 江子成赶紧给林慧打电话 告诉他阿云要拿着资料硬盘告发他们 林慧慌忙开车出去找人 终于在一个路口找到了阿云 而此时的阿云已经理智全无 一把夺过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 车子左摇右晃吓坏了林慧 慌忙间他拿起剪刀刺到了阿云的胸口 可因此阿云变得更加疯狂 抢夺间 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围栏 阿云胸口的剪刀因为受力刺得更深 就这样阿云死了 林慧惊慌失措地告诉江子成和唐一姐 他们把阿云的尸体焚烧抛进河里 再把那辆车报废处理 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 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几末尾 这天小杨接到老A的电话 话还没说完老A就又被绑架了 为了解救老A也为了找出真相 小杨悄悄偷渡回了大陆 一直跟踪江子成终于他找到机会 趁着江子成下车在他车上装了窃听器 并一路跟着他 后来林慧上了车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小诺竟然是江子成的女儿 而阿云也是林慧失手杀了 林慧来找他 就是因为承受不住压力想要去自首 江子成想要阻止 却突然发现窃听器 并且发现了小杨在跟踪他们 随即让林慧下车找人掳走了小杨 当小杨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在一辆房车上 旁边围满了江子成的人上来就要揍他 小杨当机立断 直接上去跟江子成扭打起来 但在打斗过程中 房车受损行驶偏袭 造成五辆车连环追尾相撞 第二天林慧联系不上江子成 思虑再三还是打电话自首了 他一字一句交代着自己的罪行 说着自己如何杀死连阿云和唐一姐 在等警察来的时候 他听到新闻报道 联系不上的江子成竟是出了车祸 林慧突然像是封魔了一般 拿起剪刀一下一下地图向自己 等警察赶到时已经自杀身亡 随着林慧的自首 此今置业被相关部门查封 小杨也被洗清冤屈 一年后小杨从警察局辞职 自己开了家侦探社 这天老A寄给小杨一个快递 说是之前唐一姐助理留下的优款 他已经做好了技术处理 但案件已经结束 小杨并没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一个女人来到了侦探社 他想拜托小杨帮他调查老公的外女 但就在观看女人带来的监控录像时 竟然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 林慧和江子成的身影 一看时间 2012年4月14日晚上8点 正是唐一姐坠楼死亡的时间 也就是说杀死唐一姐的不是林慧 真凶另有其人 小杨慌忙找出那个优盘翻出照片一看 画面中的人竟是林慧的女儿小诺 原来案发当天 小诺与唐一姐在家中发生争执 小诺早在小学三年级就知道 自己不是唐一姐的亲生女儿 并说他们一家三口会在香港团聚 这无疑激怒了唐一姐 他愤怒地说出林慧杀死阿云的事情 并威胁说自己有证据 如果小诺和他们去香港的话 自己就告发他们 林慧听到洞景连忙上楼 得知此事后去找江子成商量对策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小诺一心想要一家团圆 他从柜子里翻出连阿云以前的衣服 趁着群众暴乱上了拆迁楼顶 等唐一姐走到楼顶边缘时 悄悄在背后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最后小杨将证据提供给警方 几天后小诺在香港被逮捕 而连阿云失踪案继 唐一姐坠楼案重启调查 人的欲望无休无止 稍不注意就会堕落成魔鬼 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约束束 记住你凝望深渊时 深渊也在回望着你 感谢观看